文娜哥現在不在 那批貨怎麼辦? 警察能找他多久? 最多不是四十八小時 我是最怕病患 不知道會不會亂說話 幫我找張林, 我要見他 毒品調查貨真的有空嗎? 是, 葉Sir這麼快就來找我聊天了 藥有醫生叫我拿給你的 過你頭痛的時候就可以吃 謝謝你, 葉Sir 坦白說, 如果頭真的痛起來 好像想爆炸一樣 吃多少一支痛藥, 根本就沒用 你猜你還可以撐多久? 對了 還記得你以前跟我那時候嗎? 我們不是去看過金釣筒嗎? 他說我應該有八十年命 如果他還是靈的話 不知道我還有二、三十年去捱 我想他這次不准 醫生說你的癌細胞已經抗爭得很嚴重 任何治療方案對現在的情況 都不會有任何改變 你可能很快就會死 我知道 我已經預料了 過天天還是天天 早上可以睜開眼睛 就算是賺多了一天 有些人說過, 說人死了之後入棺材 再遺憾的就是這一身人當中 有些事情是永遠不知道的 你呢? 有什麼事情你覺得一直被人瞞著 想在臨走之前架在謎底? 看來葉Sir好像有秘密想告訴我 關於誰的事? 是張林還是杜菲? 十年前, 尤馬地的果欄你被圍捕 累你被警方抓的不是我 是鄭福田 你還記得那晚他最後還是沒來 其實他有心不來 因為他知道我是臥底 對, 也知道警方在尤馬地等著捉你 葉Sir, 不要停了, 繼續 當年除了我之外 阿波都是警方派來 買你和鄭福田身邊的臥底 在你被警方抓的前一天 他已經在阿波口中 知道我是臥底的身分 是誰? 怎麼樣?還有那隻鬼是誰? 韓哥…是阿天, 天保肌 鄭福田困住了阿波 直至你被抓了之後才把他放出來 他是什麼居心?你沒理由不知道吧? 沒想到鄭福田的戲比我更好 你和鄭福田做了這麼多年兄弟 你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但是我埋在你兩個身邊 做我弟這幾年, 我看得很清楚 他一直不甘心 外面的人就是認識你 你下面小的就是看你頭 阿波, 在你坐鎮這十年 他跟全世界說 他就是新毒禍 真的想不到鄭福田原來是你這樣的人 謝謝你, 葉Sir 謝謝你告訴我 要不然我分落棺材 還在蒙省省 不知道現在就是福田他在哪兒呢 葉Sir 原來說了這麼久 你還是覺得我和福田是有聯絡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兒 如果我知道的, 我一定告訴你 因為我也想你幫我抓了那個混蛋 對不起, 我幫不了你 不要緊, 慢慢想吧 你還有兩個時間在這裡 想到之後再通知我 我去吧 發爹 你來了, 我等了很久再見文華 你跟我來 怎麼樣?蔣小姐, 什麼事找我? 我知道你們扣留了文華 我們兩個想見她, 沒問題吧? 不好意思, 文華現在涉及了一宗刑事案件 拘留期間不接受任何人的探訪 那你們有證據起訴她沒有? 沒有證據就不是犯人了 那你沒權阻止她見任何人? 根據警察通禮49章 我作為這宗案件的主管 有權阻止任何人 和有可能涉案的疑犯接觸 對了, 不知道蔣小姐和文華有什麼關係 朋友 如果你們是親屬的話 我都可以賣一個人 但現在就是不好意思 我會找律師 我覺得你在這裡濫用職權 就算你找一對律師團隊來也沒用 我還是依照警察通禮去工作 就算我是濫權 我也有這個權 是 Madam, 我們只是想見一下文華 知道她現在是什麼情況 五分鐘吧, 五分鐘就夠了 她說想見文華, 五分鐘就夠了 如果我們找不到足夠的證據起訴文華的話 就只會拘留她四十八小時 你們等兩天就見到她 見過面而已 Madam不是擔心我們兩個會劫獄吧 是嗎?你也會說, 現在正在找證據 即是文華還沒有罪 她也應該享有一般市民應該有權利 楊Sir 你們FIIB是協助調查的 這件案子的主觀始終都是我 這件案子可以作主 但你要搞清楚, 我肩膀多了你的花 你不會忘記警察通禮第三十條 所有警務人員 需要服從上級發出的一切命令 既然楊Sir 你用肩膀的那顆花來喊我的話 那我也沒話好說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不好意思, Madam 兩位跟我來, 我帶你去探訪室 楊Sir榮想跟我們繼續合作 他想拉鄭福田再升多一級 你覺得他信不信得我? 你別真的以為我看人很聰明 如果是, 我就不用在這裡 對了,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我看你被警察抓了 打完電話給張小姐 就馬上過來看看 你沒事吧? 他們帶你回來幹什麼? 沒事, 他們是有證據的 就已經正式起訴我 不用拘留我四十八小時的 不要緊, 就當我在這裡休息兩天吧 是不是跟鄭福田有關? 你現在看TVB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的 就快點訂閱吧 我看見我這次的電話給你 在那一陣子中, 她是有證據的 在那裡的電話上 但我沒有看到